你们知道曾经在星斗大森林围剿大名二名的七位封号斗罗 他们最终都落得了什么样的下场吗 其中一位被打成大残逃跑剩下的居然全部殒落 众所周知比比东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而更好地传承罗刹神位 于是便带领五魂殿六位封号斗罗级别强者 前往星斗大森林内围剿两大森林帝皇大名女二名 其中鬼斗罗鬼魅率先殒落 由于属性的完全克制 鬼斗罗被突如其来的唐三使用海神三叉几顺满 而宁愿斗罗为了征得头功 被疯狂反扑的两大魂兽重伤暴力 那么在星斗大森林内存活的另外五位封号斗罗结局如何 首先我们来看下居斗罗月观 在昔日好友鬼斗罗雨落后 菊花关在五魂殿的地位随之遗落千丈 只能被比比东派去执行烧毁天斗粮草的任务 不得不说居斗罗的运气差到了极 没想到刚刚突破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唐三早已在此崩厚多事 而在战斗中玄机确实将菊斗罗的人设进行了完美的优化 为了给昔日好友复仇 菊斗罗不惜以燃烧生命为代价 强行使用奇荣通天金刚不坏的绝技 然而最终由于两人实力的巨大差距 菊斗罗最终陨落于唐三的双重第九魂迹之下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蛇毛斗罗 在嘉陵关之战中蛇毛与杨无敌再次相应 可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自从上次天斗工便惜败于杨无敌后蛇毛就一致不服 只可惜在这次战斗中 杨无敌在宁容容九宝琉璃塔的权力增幅下实力暴增 完全不需92级的蛇毛斗罗 在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杨无敌虽然身负重伤 但蛇毛也是处于被打费的边缘 最终蛇毛选择逃跑脱离了五魂殿归影山林 第三位拓巴西 在老六呼颜阵表演了头戒海神三叉截重头戏后 拓巴西这个傻子的结局也没比他好到难去 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实力盲目自行 拓巴西竟然选择用身体应接唐三的十万年魂鼓技能 结果可想而知最终被唐三的十万年魂鼓技能打得尸骨无存 第四位刺屯斗罗 刺屯可以说是非常悲催了 身为封号斗罗武魂殿的长老之一 最终竟没有在与强者交手中死去 而是陨落于双方大军混战之中 真是白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 最后一位比比东 比比东作为斗罗最大的反派必然是最后一位陨落 最终战役时比比东武姓大法 为了替千刃血挡住最致命的一击 竟用身体应接下了修罗魔剑的最强一击修罗审判 伴随着一阵轰鸣斗罗最大反派比比东从此在斗罗消失 由此可见只要伤害过大名二名的 最终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